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要路纯 我要回家 三弟们向大社部落居民发出怒吼 要求平洞县政府给他们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由于县府2014年将县内多条乡道解边 得问到大社部落平31县就是其中一条道路 目前永久屋欠缺耕地公墓 居民平时仍频繁的往来永久屋与旧部落 道路安全关系着部落的命脉 但养护责任落到裁员不足的三弟们相公所 路况越来越糟 引发大涉足人不满 我们的要求只是一个简单 一个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路 就这样子而已 目前也是一样在缴税 所以从这个公平的原则这个方向 我们的根还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我们的文化的洗礼 我们还要回到部落去 难道这个一点点我们的需求 新政府就不会看吗 就不会用同理心吗 平东县议员陈梦勒塞 已为了平31线道路解编问题 要求县府公务处会同公路总局进行会刊 他指出目前涉及大社村的有61户 实际住户有10户 若族人因道路失修发生意外 责任该由谁来担 实际居住的就有了嘛 设计的也有了 每天往返的也有了 要不然你们可以来估算啊 第二个 现在平31线德文道大社的道路解编 目前的现况是怎么样 原住民族委员会中央 没有办法以特色道路来补助 他说只要被解编的香道 他们就是不补助特色道路了 第二个 你交通部公路总局的生活圈计划 只有香道 注意听哦 只有香道才能报你生活圈的计划哦 才可以争取到养护的经费呢 然而针对平31线道路能不能回编 县府公务处也作出回应 请公所是不是就针对被解编的路段 再重新去评估 是不是它符合现在最新的一个规范要求 如果说符合的话 那我们现在没有理由再说 这条路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还是继续让它达到解编那个条转 公路总局则表示 只要县府与香公所已经达成协议 要将平31线道路那边为香道公路 公路总局将依照规范检核 若符合规定将上报交通部 大社部落居民则希望 县府与公所能正视此问题 期盼今年底将平31线道路得闻到大社路段回编 还给居民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评论新闻张如一 刘建荣采访报道